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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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恰她的人中 我打死你 好不容易把你救出来 怎么眼睛都没睁开就打人了 小燕子 看清楚了才动手 怎么是你们 你们把我救出来了 我打死你了 当然是我了 为着你跑了那么久 累得快昏倒了 好不容易把你弄醒 就给了我一拳 鼻子都打歪了 早知道还是让你绑在那算了 真的打到了 痛了 看看有没有流鼻血 我看看他 快点 哪有那么脆弱 你这个迷糊拳我还收得了 什么拳 你的这套拳法 我只能给你取个名字 叫做迷糊拳 小燕子 这个人还可以给他取个绰号 叫迷糊女侠客 他的剑法叫迷糊剑 他的功夫叫迷糊功 他的成语是迷糊成语 他的诗叫做迷糊诗 我最佩服的还是他那个迷糊运 变死迷糊糊的就化钱为义了 好了 好了 你们把我救出来 去救过来嘲笑我 好了 不嘲笑你了 我们赶快归队 我们现在在哪 只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处 什么山 什么云 大概放过这种山 就离白河镇不远了 我们没有马 全靠角力 大家快动身 不要再耽误了 你们怎么把我救出来的 我们去找那两个香炉 叫找东西 把李大人的黑衣人全部吸混过去了 可不是 好 那些黑衣人 真不是东西 软鱼不吃 还害到我差点 要扣子了 去他们一个混地黑地才好 大伙现在在哪 子薇 接手他们 希望他们已经到白河镇了 白河镇